哈囉大家好我是維妮 我們現在在的是自動化工業大展的現場 那現在我們在攤位是新漢集團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創博總經理 Jenny來跟我們聊聊這次展出的內容 我們歡迎Jenny 嗨 主持人你好 哈囉 Jenny 你好 今天我們看到我們背後這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機器人的一個模型 是不是可以請Jenny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次展出的內容呢 創博我先介紹一下 創博其實是不做機器人的機器人公司 那我們提供的其實是一個人型機器人的關鍵零組件 也就是包括他的大腦小腦整合在一台的AI運動控制器 然後呢再來他的安全腦 所以其實因為各位可以知道人型機器人呢 現在跟人呢是side by side在工作 那功能安全的部分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其實呢新漢已經是NVIDIA的partner 我們特別展示的呢就是NVIDIA Thor Jetson Thor的AI運動控制器 為什麼說他很適合做機器人的大腦跟小腦呢 因為呢大腦的部分他有2000個top的算力 很適合把機器人的這個AI運算LM呢做整合 小腦的部分呢則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研發 他自主研發的這個real-time的OS實時運動控制系統 還有Ethercat的主戰軟體 讓這個User呢可以用Ethercat的通訊呢順利的通到這個不同的關節模組 對所以其實我們也提供關節模組 可以看到在他的手跟他的腳 人型機器人大概有20到30個關節全身上下 此外呢也看到人型機器人的頭部這邊有一個3D的相機 在他的肩膀呢以及他的髖關節這邊都有GMSL的相機 所以呢我們的AI運動控制器呢可以呢 提供介面去接接到視覺模組還有關節模組 嗯 瞭解 所以整套下來就是各個方位都有不同的類型的模組 是是是 那你們提供這一整套的服務這樣 對我們其實是讓人型機器人業者專注在他們的應用軟體 以及他們的機構ID設計 那裡面的核心呢關鍵零組件就交給我們就對了 那如果他本身已經有一些基礎的一些架構在 然後他比如說我只想用某一塊部分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我們才會強調我們的方案其實是完整但是又是很模組化的方案 也就是說當客人他如果已經有他的視覺模組在 其實他缺的是他的一個大腦或小腦的控制呢 這一塊我們就可以針對他的需求呢提供這個大小腦整合的一個控制器 了解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可以符合所有其他的 比如他原本已經既有的設備 對 你們可以去做整合就對了 沒錯沒錯 我們這邊要DEMO的呢其實是跟Based on NVIDIA Jetson Thor的一個機器人的大腦 那可以看到在這裡面呢其實NVIDIA Jetson Thor的這個模組呢 有非常多的介面可以接到機器人的Sensor還有機器人的耳朵跟眼睛 然後呢其實呢我們這個系統呢叫Mars 400 T10有非常多的擴充介面 可以有4到8個Ethercat的主站 讓這個機器人的不同的關節以及馬達呢可以做一個實時的一個運動控制 我們在這一台的Mars 400的這個AGX Oren的平台上呢其實要展示的呢就是一個多主站的一個Ethercat 那我們的實時運動控制可以結合AI做一個物件辨識 這個物件辨識辨識到人的手舉起來的時候呢馬達就會跟著做一個轉動 右手舉起呢馬達又馬達呢就跟著轉動 驅動到這個Ethercat的一個馬達跟關節模組 那這邊其實展示的是我們的一個控制器叫GRC系統 我們控制器呢其實有兩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個呢是它可以支援不同構型的機器人 七種不同構型的機器人 從三軸四軸的機器人到七軸六軸七軸機器人都可以支援 那我們這個控制器第二個特點就是有非常簡易的UI介面 讓使用者在真正導入到這個產線前呢可以做一個3D的一個離線的一個模擬 這邊呢我們要展示的是一個無人CNC的一個工作站 為什麼這麼說這個是一個CNC的一個控制器 是新案自主研發的不僅是硬體的部分 我們還同時整合了我們的軟體套件 就是Ethercat Master的一個主戰的軟體 再加上我們real-time的Linux的OS 叫NextRTOS 讓客人在控機台的運轉的時候呢 不會有任何的latency 不會有任何的lag 那第二個呢其實就是我們把LM也整合進去 也就是我們把這個所謂的LAMA AI的部分呢 取代老師傅的經驗 就是在做模具加工的時候呢 其實AI就可以判斷哪一些模具的點位呢 需要做二次加工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寫程式的時候過去都是我們工程師寫 那AI的部分現在可以取代工程師做一個自動的程式的一個編程 把這個text文字轉成CAD的檔 然後再從CAD的檔呢轉成G-code 也就是CNC的語言 那所以呢其實呢可以讓CNC業者呢 變成是一個所謂的無人的一個CNC工作站 我們這邊要展示的呢其實主要是我們的AI AI motion controller 我們的AI運動控制器呢 裡面整合了我們的實時運動控制 然後也整合了NVIDIA的Cuda 去做這個軌跡生成 軌跡規劃 還有呢 AI視覺的軟體 那機器人呢在經由我們使用者呢 他選了一個粉紅色的草莓的POKE呢 機器人就可以自動去辨識到亂中取物做假取 然後放在對應的位置 那這全部都是結合AI視覺 以及我們的實時運動控制去達成的 第二個亮點其實是功能安全 其實可以看到呢上方有兩個相機 上方有兩個相機這些都是AI相機 左邊的螢幕呢那邊有綠框 其實都是在框人 也就是說當人很靠近的時候 機器人其實就會停下來 停下來 那主要就是為了保護 當協作型機器人跟人呢 worker呢 side by side在work的時候呢 他不會去傷害到碰撞到人 對 就是安全性的考量 對的考量沒錯 那剛剛那個顏色的辨別的話 就不是用上面這個應該就是他 是用他這邊的視覺 對視覺模組跟他有兩個視覺模組 一個是在他的頭部 一個是在他的上方 那有怎麼樣的限制嗎 比如說顏色啊或者是形狀 因為如果有些物品比如說 形狀可能他不是固定的 那有辦法辨識出來 可以其實主要顏色形狀 以及他上面的字的部分 我們會經過training 對來做這樣的辨識 那其實比較特別的 也就是說如何去把功能安全 運動控制 還有AI視覺整個在整合為一台 在一台內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剛剛我們前面提到那些 其實可以全部整合在一起 是是是 那第二個我想一個第二個亮點是 其實我們把我們的生態系夥伴 整個也做一個完整的一個整合 我們叫integrated ecosystem 那這塊呢不僅是創佛的產品 我們還會結合我們視覺 這邊的生態系夥伴 我們在sensor這邊 像camera還有safety的radar safety的robot joint 就是關節模組 這邊的生態系夥伴 都一起把它整合進來 對 那維尼我接下來請我們同事 偉翰來幫您介紹這一區 那這一區是我們跟我們的韓國夥伴 一起合作的一個機器人力量安全限制 數位軟身解決方案 一般我們把鞋座手臂應用在工廠的時候 鞋座手臂有安全的力量限制功能 但是使用者的力量限制參數如果設定不對的話 它還是會打傷人 所以一般的比較正確的做法是 我們要先針對實際上的工廠的這個應用的情境 我們要知道它的移動的軌跡 比如說是這樣子移動軌跡 那這個移動軌跡 我們要設定它的碰撞力量的大小 才不會碰傷人 那通常的做法是 你真的要用一個真正的sensor 然後讓它撞下去 這個sensor就會產生出 我們牆壁上這邊畫的一個力量波形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打下去力到底多大 有沒有超過標準的要求 不能超過某個值 那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今天在一個實際上的工廠 我可能會 這裡會打到 我可能是這裡會打到 而且打到人的位置分成頭啊 身體跟手 所以力量值都不一樣 那我就為了要驗證會不會受傷 我要先撞一堆sensor 那我每次工廠一換線 我就要再重新測一次 因為這個過程實在太複雜了 所以其實我們跟韓國夥伴的這個方案就是 藉由一個數位的離線的3D模擬軟體 我們載入整個產線上的手臂啊周邊的設備 那我去用模擬的方式去跟我們的這個軟體說 我今天其實是這個位置可能會打到人的頭 那它就可以在軟體裡面用那個物理引擎參數的算法去知道說 我應該要把速度設定在多少 我打到頭才不會受傷 所以都可以用軟體很快速的把碰撞的點都設好 最後它就會再產出一份風險評估報告 讓那個最後工廠的那個安全部門知道說 我已經針對協作手臂的安裝 做完所有的可能的打擊位置的風險評估 速度都已經降到多少了 實際上就不會打傷人 那只要有這份報告的話 最後在現場實際應用就可以去證明說 我們在用手臂之前已經把所有的風險都評估完了 那這樣子使用協作手臂才是安全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案 藉由離線模擬軟體 那我們就不用說我還要用那麼多設備指示去為了驗證 到底符不符合參數的設定要求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 展出一個滿有一個前瞻性的一個 離線的數位軟身的一個安全的力量限制的方案 那它有沒有什麼使用的限制 就是說它只能用在就是像機械手臂相關的 目前是一定跟手臂相關 那支援手臂的模型目前在這邊 就是目前有支援手臂的模型 像Universal Roba或是像Vanac 或是有一些韓國的公司 那我們現在持續在追加新的模型進去 然後這樣大家都可以使用 對就是我們都會跟新的手臂場去談 把模型加進來 對所以會支援越來越多 哇剛剛看到非常精彩 就是有一個一套完整的機器人生態系 那也知道機器人的其實細節非常多 不是說表面上看起來這麼簡單 那很感謝今天Jenny總經理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各位如果對今天介紹的內容有任何的興趣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會請新和集團的同仁們回來恢復大家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